好 林一世因为受惠所会遭到收押的消息 传到了已经退休 住在美国的前行政院长唐飞的耳中 唐飞觉得很不可思议 他在接受我们东森独家专访的当中 他就表示说 其实用立法委员来担任政务官 这样子的用人逻辑风险很高啊 行政院前秘书长林一世 因涉嫌所惠6300万台币 目前被台北地院收押禁建 消息一出不止重创马政府的清廉形象 连在美国的前行政院长唐飞 都感到遗憾 尤其是听到林一世的录音带 更是觉得不可思议 这谁讲的 林一世 这个如果是他真的讲这句话 那无非他在某种场合之下 他要提高他的这个权力地位 那你可以说三个人就可以把他 就可以操控起来 不只是脸上一阵冷笑 唐飞表示行政院秘书长这么大胆的贪污 强调马政府的用人政策有瑕疵 我只能说他民意代表出身 那么他没有经过公职人员各个阶层的考验 能够担任这样子一个重要的职务 才会做出这样子一个事情 唐飞表示虽然看中华民国政坛的明日之星陨落 让人感到相当遗憾 不过他认为这是不论古今中外都会发生的事情 只能说林一世是立法委员出身 本来就比政务官更难守住诱惑 读文行为叶红志王一柳彭迪 在洛杉矶的